当雨水落下 滴落在台南高铁站旁的台塘沙轮智会定的云环住宅园区 有的落在中庭里滋养了庭园里的景观植物 有的则沿着屋顶滑进搜集雨水的处理槽 进入生态农园里的鱼菜供生池 在这里鱼的排泄物可以成为植物养分 而水池中的水会流进进化水池 经过滤后可以再提供使用 在这个社区里居民自己栽种的蔬果除了吃起来更加安心 满满和社区的邻居一起分享促进交流 另外屋内配有智慧监控系统随时能够掌握水 电瓦斯等能源的使用情况 极高效能减少浪费 智慧监控系统还会是很好的居家物业管理平台 社区的家庭用水不管是洗碗 洗蔬果或是洗澡水都会顺着水管 排进地下室的地下水槽 进入过滤沉淀以及进化处理之后 其供作为浇灌及清洁用水 中顶的生态水池 除了可以供给花草树泥 以及都市农员浇灌使用外 还可以调节整个社区的气候 社区屋顶上装设太阳能板 在日照时间长 更稳定的沙轮 太阳能板可以发挥最大的发电功效 另外社区物业的智慧化管理 不但可以辅助节能 还能成为居民打理生活琐事的最佳帮手 整个沙轮智能住宅的建筑材料 都是可替换系或是可拆卸的 当有需求的时候 可以将房屋拆解 重新建造一栋房子 这些都是为了保护地球 能有更多的资源浪费 只是台糖一直以来 在追求的循环住宅价值 台糖做循环 友善全台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